大家好,我现在在四川宜宾 第一次来宜宾啊 今天天气不错,阳光明媚的 出来溜达溜达 在宜宾的街头转一转 宜宾是敏江汇入长江的地方啊 大家看我这边 这边是长江,这边是敏江 敏江的水啊比较黄一点 长江的水很清澈 两条河相汇,但是不相融 形成两种颜色 中间看这里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 但是由于我现在逆光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这两种颜色 最佳的观赏角度 在那个山上的白塔那里 那里是站得高,看得远嘛 也看得清楚 改天我去那个塔上啊 然后这个长江里是有人游泳的 看他们在这里 换好衣服就下去游泳了 在长江里游泳 这游泳技术应该很好吧 这里的地形跟重庆朝天门那边很像 重庆是嘉陵江汇入的长江 然后这里呢是敏江汇入的长江 都是两江相汇 然后江水城两种颜色 有点相似 以前这个江边是有城墙和城楼的 现在城楼还在这里呢 广场上好多人跳广场舞呢 好热闹呀 这里还保留了一小段的城墙 到这个城墙上看一看啊 正在排练节目呢 从这里上城墙 站在城墙上 看长江 穿越历史的感觉 视野很好 城墙上还可以喝茶 城墙下面有好多人跳广场舞呢 还有人直播 挺热闹的 这里环境不错啊 绿树眼印 这有个灌阴古街 逛一下 宜宾有什么好玩的呢 蜀南 祖海 然后五粮夜 都是这边的 看这边酿酒也很有名啊 这边的小吃 就是白糕和白肉比较有名 还有那个宜宾燃面 现在晚上八点半了 看一下宜宾的夜景 哇 这个拱桥真漂亮 看下面这个倒影 我感觉特别像柳州的那个桥啊 为什么会想起柳州来呢 转到旁边 这两个大楼也挺漂亮啊 三江口CBD 三江汇合 看这个倒影 不错吧 再往这边看 看一下江景房 那边都是 那个江景公寓 这个倒影确实是很漂亮啊 万家灯火这种感觉 看那个大楼 整体上变成那个五星红旗的那个样子了 然后就是这个白塔山 看那个白塔 很显眼啊 晚上的灯光 整个山头上 都被这个红色的灯光和蓝色的灯光打亮了 我让我又想起了像蓝州的那个白塔山的夜景了 蓝州那个也是叫白塔山 山上也是被这些灯光打亮了 很像 然后这个广场上呢 好多人在跳广场舞 刚才 再看一下这个河江楼 后面那个摩天大楼 也挺漂亮的啊 然后这里还有一段那个城墙呢 以前这里是叫旭州 这个古色古香的楼晚上灯光也很美 这边全都是跳广场舞的 晚上直播的 唱歌的 哎呀 特别热闹呀 这个灯光搞得也不错吧 挺魔幻的啊 一边的夜景不错 那边还有好几个拱桥呢 今天有点失误 没有拿无人机 因为我出门的时候有一点下雨 我就没想着拿无人机 随便出来逛一逛吧 没想到这个夜景这么美 而且现在雨停了 那里在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楼 它叫大关楼 这就是宜宾的市中心了 这里呢 也是宜宾最繁华 最热闹的地方了 现在晚上的八点多啊 带大家转一下 这条马路晚上就封起来了 晚上就是可以摆摊 看这个人有多少啊 两边全都摆满了摊 今天先回答一个网友提问吧 我看好多人给我留言 他说我们这地方都封了 为什么你可以到处玩呢 你这么到处玩没有被隔离吗 我简单回答一下吧 因为我去的地方呢 都是属于低风险的区域啊 我每到一个地方首先会查一下 它是属于高风险 中风险还是低风险 我只去低风险的 然后低风险的地区一般是不会隔离的 你只要持有48小时以内的核酸就可以了 所以我是每两天做一次核酸的 以前做核酸是40块钱一次啊 现在便宜了是28块钱或者是8块钱 像我去那些旅游景点啊 还是住酒店啊都需要提供核酸 没有核酸的话我都住不了酒店啊 都露宿街头了 所以我每两天就要做一次核酸 其实现在有核酸的话 这些低风险地区都没有问题的啊 除了有核酸 现在还要特别注意一件事 就是行程码不要带信号 现在带的信号真的是很麻烦啊 有的地方会给你来个隔离的 但是有的地方不会 所以去一个地方尽量先查一下带不带信号 然后其实很多地方啊 这个也并没有那么紧张 大家看我现在在的这个宜宾 这晚上特别热闹吧 人很多吧 你看路上大家好多人都不戴口罩的 我是戴的呢 所以我去的这几个地方吧 都没有那么紧张 大家就是该怎么过日子还怎么过啊 该吃吃该喝喝 该摆摊摆摊 该上班上班 很多人也想出来玩 当然疫情是很重要的原因 限制了我们出行啊 但是我觉得不光是疫情吧 有时候你的认知呀 还是你的内心的恐惧啊 比疫情更限制了你的行动力啊 一个人的认知会怎么限制他呢 因为你不了解外面的事件啊 比如说你们当地出现疫情了 当地有这个被隔离的了 然后你就认为全国都是这个有疫情都被隔离了 好像都很紧张一样 其实中国这么大 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 不能以你们当地的那个情况来推断全国各地的情况 那样的话不就是坐井观天了吗 最起码我去的这么多城市 都是比较安全的 然后大家看这个宜兵这里 不也是非常热闹非常繁华的吗 也很少有人戴口罩吧 反正戴口罩的人比较少啊 这里有一个卖额卖鸭的店 好多人排队呢 当然我们出来旅游在这种人多的地方 该戴口罩还是要戴上 做好防护 别人不带不要去管别人自己要带好的 我去这摆他的人真的太多了 这边全都是卖宠物的 猫啊狗啊兔子呀 各种宠物 这小狗 这是这什么呀 这是我都不是乌龟 这种啊那么大的狗也卖吗 这里围着这么多人 这是有一个魔术杂技的表演 看最中间那个盒子 那里面是蛇 我他把蛇拿出来了 一会他要表演把蛇吞下去 然后再从嘴里拿出来 我没想到宜宾这街头还有这种表演啊 我把蛇拿出来了 哇就这么耍蛇呢 咱们的脚步站到白线的跟前 看人还挺多的 啊咱们首先先看的是一条王蛇 对啊 大了三十斤的 这个蛇真大呀 比你老婆大可以没有 又表演开独轮车了 现在观众已经围了一大圈了 看这个围着多少人 这个是市中心啊 这不是很偏远的地方 就在这个步行街旁边呢 市中心就开始街头耍把戏卖艺了 然后我现在还没有吃晚饭呢 我打算去吃个快餐 我在这里啊 发现有一个乡村鸡 这个是中式快餐店 我去吃这家吧 当时我在重庆的时候 老吃他们家的快餐 没想到在宜宾也有啊 扫码自助点餐 现在晚上八点多了 餐厅都没什么人吃饭了啊 我的点好了 套餐 鸡肉套餐 还有小菜 一个鸡腿 一个蒸蛋 还有一个汤 27块钱啊 还不错 用勺子吃饭了 没给筷子 嗯真好吃 我喜欢吃鸡肉啊 这个盖饭也是鸡肉 然后单加个鸡腿 看着窗外的步行鸡啊 其实我挺喜欢吃这种快餐的 干净卫生 而且菜的选择又多 去年我在常常的时候 就天天吃那个大米先生 也是一个快餐 也是一个快餐 很好吃啊 在厦门和福州的时候 在厦门和福州的时候见过 没想到宜兵也有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 建在这个森林里面 让你有一种空中漫步的感觉 看这个步道挺长的啊 然后下面是走车的 上面是走人的 远处就是市区 这个步道距离下面很高的 看这下面铺的是这个铁栅栏 可以直接看到下面的 但是它没有那个玻璃栈道 那么吓人 走在这个步道上 哇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啊 有一种森林中漫步的感觉啊 看这个山上 全是翠绿色的 所以叫翠平山 今天宜兵下了小雨 现在空气特别清新 森林漫步啊 哇塞 从这里可以看到宜兵市区的景色 视野真不错啊 可惜这个步道它距离不是很长 只有几百米啊 没有福州和厦门的那个长 好的就拍到这里吧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我现在在四川宜兵 宜兵被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宜兵这边最壮观的景色 就在我身后呢 叫做三江汇流 这就是宜兵市了啊 我江面上正有邮轮开过去了 刚才说的三江汇流是哪三条江啊 前面这条江是金沙江 这一条是长江 然后这条是闽江 三个江在这里会合 所以是三江交汇啊 三条江把这个宜兵分成三部分了 这边是老城区 这边是新城区 它两个地方都没有没有山的 没有那个观景台 就我站的这边正好有一座山 山上有观景台 这个地形也非常巧啊 这观景台上面还修了一个塔呢 白塔 宜兵一共有三个塔 这边是白塔 然后对面是黑塔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旧洲塔 这个塔上面观景绝佳的位置 其实在老城区的这个地方 观景的位置也不错 这个地方叫河江门 那里呢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三江交汇 但是我站的这里呢 是居高临下 可以看到全景的 很棒啊 在这上面还可以坐着喝喝茶 看看景 拍个照什么的 然后这三江交汇啊 还有一个奇观 大家看它这个江水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这边的颜色更绿 闽江的颜色啊 更浑浊 在这里有一条很明显的线 它们是不相容的 一直往这边留 大家看 还是有那个黄色的那个颜色吧 然后那边有个长江大桥 这个江水成两种颜色 互不相容 就像鸳鸯锅一样啊 不有个词叫做精卫分明吗 也可以用在这里啊 我用无人机飞过去 近一点看得更清楚 离远了 看不太清楚 这种景色在别的地方很难见到吧 就是江水成两个颜色 互不相容 我上次在 刘家侠水电站 那个桃河汇入黄河的地方 看见过 再就是那个黄河入海口的地方 也有这种景象 别的地方真的很难见到啊 难得一见 然后这个地方说是三江交汇啊 其实呢 它是两条江 因为大家看这个桥的往上游 那个是叫金沙江嘛 金沙江其实是长江的上游 金沙江和闽江汇合以后 往这边流就是长江了 然后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都把这条闽江当作长江的阵源 后来经过考证才发现 这个金沙江才是长江的阵源呢 宇宾为什么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啊 因为这个长江它发源于青藏高原 从格拉丹东雪山一路流过来啊 流了好几千公里呢 一直都叫做金沙江 直到流到宇宾这里再往下流 才叫做长江 所以宇宾是万里长江的第一城 长江全长六千三百公里 我记得我小学时候上课 好像讲过宇宾是上游和中游的分界线啊 但是现在好像改成是湖北的宇昌 是上中游的分界线了 现在到底哪个才是分界点啊 但是中游和下游的分界线是位于九江的那个湖口线 那里我也去过了 那里是洞庭湖汇入长江的地方 中下游分界线没有疑问啊 就是这个上游和中游的分界线 现在有点疑问 大家觉得是哪里呢 是宇宾还是宇昌 然后从宇宾到上海的这段水路 也被叫做中国的黄金水道 全长两千八百多公里啊 万吨巨轮可以直接从上海开到宇宾这里来 再往上走的话就得换小船了 长江全长六千三百公里 其实它每一段啊都有它各自的名字 比如说它发源于青藏高原 哥拉丹东雪山 往下流了一小段叫做通天河 然后再往下流到宇宾这里啊 叫做金沙江 从宇宾这里再往下流 流到那个湖北的宜昌 这一段叫做川江 再往下流呢 流到湖北的荆州那里叫做金江 然后继续往下流 流到南京的一段叫阳子江 是不是挺有意思呀 一个长江有这么多的名字 这就是白塔山上看到的宜宾的景色啊 整个城市真是一览无余 这个视角太棒了 然后大家看对面那个山上 山顶也有一个塔呢 那个地方其实我也去了 但是那个塔顶啊 它不开放的 你不登上那个塔就看不到这个景色 因为它这个周围的树长得很高 那个塔上不去啊 那个叫翠平山 那个山比这个还高呢 爬得特别累 这个山我是开车上来的 那个是爬上去的啊 好的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这个观景台真不错啊 位置是真好 观景还免费呢 可以开车直接开上来 然后它这个塔也是上不去的 关门了啊 但是站在这个观景平台上 就可以看风景了 不需要上塔 好就拍到这里了 大家看完点个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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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 嗯 嗯 嗯 啊 嗯 嗯 现在在四川移滨 今天到五良业了 这是五良业的厂区啊 今天带大家进去参观一下 五粮液这个工厂 它是开放式的 可以进去游览参观的 它这个是东大门 修的是真气派呀 最上面这就是五粮液的标志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大圆代表的是地球 意思是五粮液要走向全球 然后再不有五条这个斜杠吗 这代表五粮液 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的 是那个小麦 大米玉米糯米 还有个什么呀 一共五种粮食 记不住了 刚才我临时百度了一下 五粮液厂区门口这条路 就叫做五粮液路啊 好宽阔呀 没什么车 这里也有几个游客 他们要进去参观 刚从那个贵州的茅台那边过来啊 在茅台时候没有参观酒厂 到五粮液参观一下吧 进到工厂里面了 因为我开的是外地车牌的车 所以人家把我拦住了 如果你们开本地车牌的就可以直接开进来呀 这个厂区里面真的是非常大 看一下我刚通过了这个门 对了 它这个东西呢 是象征着雄鹰展翅这个意思啊 然后它这个logo呢 是不锈钢的 重300吨 这里有个五粮液全景导览图啊 对着这个地图先看一下 这个厂区里面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呢 大家看我现在在这里 这里是东门 一进了厂区啊 左边就是五粮液的直营店 买酒的话可以在这个店里面买 然后对面是博物馆 博物馆现在没有开 然后我们可以去这个奉进塔看一下 这个塔其实是一个企业文化的一个塔 然后再往前有个安乐泉 这个泉据说是五粮液最早之前酿酒 就用的这个泉水 然后这里有一个蓬城广场 就是有个很大的五粮液酒瓶子的那个广场 然后这个广场的周围 这都是生产酒的车间 然后再往前走 这里有座山 是这个厂区的制高点 这山上啊叫做九胜山 山上还有个日月宫呢 日月宫是专门用来招待这些来参观的人的 建了个很豪华的这个宫殿 在这个九胜山上面 可以看到整个五粮液厂区的这个景色啊 然后再往前走 就是西门出去了 然后五粮液厂区的左手边 就是敏江 好 现在进去参观啊 景区里面真的是好大呀 这里是五粮液的专卖店 在这里买的肯定是正宗的五粮液啊 这里有一排雕像 展示了五粮液的发展历史 说一下五粮液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 在很早以前它是不叫五粮液的 它叫做杂粮酒 一直到晚清的时候 有一个举人叫杨慧全 他在品尝了这个酒以后啊 他说这个名字太熟了 应该改个名字啊 因为这个是用五种粮食酿造成的浴液 所以他改名叫五粮液 挺有意思啊 这边是各个时期五粮液的一些包装 酒瓶子 五粮液属于浓香型的白酒 一般是52度 那个茅台是酱香型的 我们山西的焚酒是清香型的 这个是浓香型的 我平时也不喝酒啊 对这些瓶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前面这个就是凤镜塔 有五根那个长短不一的柱子组成 颜色也不一样 代表着这五种粮食 最顶端是一匹昂首向前奔跑的马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企业文化的柱子啊 代表了这个企业的一些精神文化 站在凤镜塔这里啊 就能闻到这个浓浓的酒香味了 这个厂区里面啊 可以随便走 你看这些都是进来玩的游客啊 然后这些楼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这个楼是这么多大圆筒 哪个是酿造车间呢 前面这看的像啊 不知道这个酒味是从哪里传过来的 这里感觉这厂里面有好多闲人 走来走去 是不是都是游客呢 反正我在这里面走的时候 没有什么限制啊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哇 这里的酒味更浓了 看这些管道 应该是酿酒的车间吧 我看看能不能进去参观一下呢 这里正往外冒气呢 里面有人在干活呢 哇 正在酿酒呢 哇 这个门口堆的好多 这是什么呀 是不是酒糟啊 酒味应该就是那个东西散发出来的 果然这一排一排的厂房 都是生产车间 但是这里不让拍照 不让录像啊 这里面 可以在这个满路上拍照 但是不让拍里面 现在到了安乐神泉了 就是前面这口泉水 现在被井盖盖住了 最早以前 五粮液 就是用这个井里面的水 酿酒的 现在应该不用这个泉水了吧 这个泉水有什么特点啊 它清而可口 引之令人安乐 所以叫安乐泉 现在给盖上口了 看不到里面了 到了最核心的这个景点了 这个是彭城广场 最中间这个大酒瓶子 哇 感觉比我上回看的 那个茅台酒的瓶子很大呢 茅台酒和五粮液 都喜欢把酒瓶子 弄一个这么大的广告在这里啊 我们山西的焚酒 好像没看到有这种 酒瓶子广告啊 前面是一个喷水池 人家叫做窑池呢 上面有五个人女神的雕像啊 每一个女神代表着一个五谷 一共是有五种粮食嘛 然后酒瓶子下面 有一个老鹰的雕像 这个老鹰长的是人的脸 鹰生人面 哇 代表大鹏展翅的意思 看这个巨大的五粮液的广告 China's Famous Leature 是不是这么读呀 中国名酒五粮液 厉害了啊 上面好几个窗户 这里有关于大酒瓶子的介绍 哇 高是74.8米呢 这么高 直径都有26米 作为最大的食物广告 我上次看茅台的那个瓶子 好像他也说自己是最大的食物广告 到底哪个才是最大的呀 这大酒瓶子两边还有两个小酒瓶子呢 仰望一下74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呢 20多 这个楼是进不去的啊 工作人员才能进去 游客不让进的 一楼是电力供应中心 二楼是站内工作人员才可以进啊 这里就是九顺山 那上面是个观景平台 爬到上面可以看到整个五粮液园区的景色啊 必须得爬一下 一共有255级台阶 上去看看啊 爬到山顶了 山顶是一个观景的大圆台 只有这么大 有一些这个雕塑长得是像蘑菇一样 是让人休息的吧 然后这两个奇怪的建筑呢 是叫做日月宫 里面有一些五粮液的文化展览 然后这边是一个logo 平台上没有什么人啊 这里主要是观景的 转到这边看一下 这就是五粮液的酒厂 哇 看得好清楚呀 这个地方视野真不错 看这两排的生产车间 挺壮观的吧 这一排一排的排列整齐 正中间就是刚才那个大酒瓶子 再看一看这个景色啊 太棒了 今天是阴天 下两毛毛小雨 大家顺着我的手指看 这里就是我刚才去过的 那个奉进塔 这塔上面是一匹马嘛 然后这个塔的下面 就是那个安乐神泉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离东门呢 已经差不多有两公里左右吧 哇 从那边一路走过来 真是腿都要走断了 一会儿还要原路返回呢 如果开着车来就好了啊 纯靠步行走步的话 好累的 站在山顶才能看出来 那个大酒瓶子 它有多大 我们和旁边的这个楼房对比一下 这些楼房都没有太高 再看这边的楼房 这楼房有个六七层左右吧 然后拉近了镜头 看看这个厂房 规模是挺大的啊 五粮液中国排名第二的白酒 厉害了啊 既然爬到山顶了 我也拍张照吧 留个纪念 和这个大酒瓶子合影 哈哈哈哈 好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大家看完点个赞啊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